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针对这篇文章报警 反谈会今天发文告指出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由名为 穆哈默法乌兹安 但反谈会随后致电向这名男子求证时 对方强调并没有透过WhatsApp 电邮或任何方式发表该篇文章 并怀疑遭有心人士冒用其身份 经反谈会查证 有关文章的内容是恶意诽谤 发送文章的电邮也是假的 反谈会希望警方尽快调查此事 赵立岳首长署部长拿督达利朱菲利表示 腐败可以以各种的形式出现 可以是金钱 礼物或产业 涉及贪污的一方或人员 由于不连政便无法托付重要的任务 沙首长署部长拿督达利朱菲利表示 涉及贪污是官员违反原定的工作程序 这可以发生在生活 教育 政府机构或生意的事物 因此 首长署成立沙联证与监察单位 是为了确保公务员不涉及于任何贪污活动 他表示 沙联证与监察单位 一直坚定地与各方合作打击贪污活动 达利朱菲利表示 官员涉及贪污活动 表示他们没有诚意履行各自的职责 他强调 只有廉政的人才能避免自己牵涉在贪污活动中 除此之外 达利朱菲利表示 沙联证与监察单位在打击贪污犯罪上受到国际认可 对于各国际组织对马来西亚冠病情况的预测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巴巴强调 卫生部采取了所有重要措施来控制疫情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巴巴发文告表示 疫情在我国爆发的初期阶段 摩根大通和马来西亚经济研究所就预测 我国的疫情数量将在4月中旬达到5000至8000宗案例 卫生部随机进行各种公共卫生措施 最终 4月中旬的确诊病例也比这些组织所预测的来得更低 只有4987宗案例 此外 11月英国帝国理工学院预测 马来西亚在11月和12月的每日新增确诊数字 为4000至7000宗 但是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下 每天的新增确诊案例为1000至2000宗 阿汉巴巴指出 我国的疫情情况依然在受到控制之中 卫生部已经加强并采取各种公共卫生措施 并确保医院做好准备 以面对病例增加的预测情况 他表示 为了满足医护人员的需求 卫生部也采取各种行动 例如动员全国和各州的医护人员 以及利用公司伙伴关系资本化 透过大学和私营领域寻求更多的帮助 雇佣了更多的合约工作人员 欢迎回来继续带你看新闻 班底达南一间污水处理厂 发生一宗罕见意外 六名在污水槽内进行清洁工作的男子 疑似吸尽危险气体而呼吸困难 其中三人不幸丧命 吉隆波消防几诊救局发言人指出 当局在昨天下午2点41分 接获紧急投报 立刻从班底消诊局派员前往现场救援 并尤汉都雅路和敦拉萨路消诊局 支援行动 出动40名消诊员 两辆消防车 两辆紧急医疗救援车 和一支危险化学物品处理队 根据行动指挥官 莫哈莫里端表示 消诊员发现这场事故 涉及6名正在污水槽上 进行清洁工作的男子 他们因为吸入水槽内释放的气体 而出现呼吸困难症状 他表示 其中两人已经自行离开并获救 而其余的4人则都留在污水槽内 直到消诊员抵达 危险化学物品处理队 将4人全部救出 只有其中1人生还 而另外的3人则不幸丧命 分别是2名印翼和1名孟加拉人 此案将移交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沙巴斗湖出现另类的自首方法 一名涉嫌持刀抢劫的抢匪 遭民众追捕后 不得不骑着抢来的摩托车 直奔警察局保命 斗湖区警区主任彼得表示 27岁的嫌犯是在救斗湖路 于是以一把八冷刀 抢劫一名男子的摩托车 并在事发20分钟后被警方逮捕 彼得表示 受害者向现场的公众寻求帮助 追捕嫌犯 导致嫌犯只能骑着抢来的摩托车 逃到斗湖警察局寻求帮助 最后遭警方扣留 并没收涉案的68公分八冷刀 彼得表示 嫌犯较早前也疑似用同一把八冷刀 截走一辆进口车 嫌犯先将受害者的车子开到旧斗湖路 结果在交通圈附近因为没有燃油 只能将车子留在路边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117条文 将抖湖退市庭申请延长扣留令 调查此案 我国自今年1月25号出现第一宗的 冠病确诊例后 紧接而来的便是我们生活中 一连串的改变 当中就包括了工作模式 各行各业也因着疫情的关系 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 今天的专题报道就带你来了解 酒店行业如何在新常态下 边防疫边求存 而筛略政府又有哪些政策 来助他们一臂之力呢 戴口罩 扫描二维码 测量体温 消毒双手 这四部曲已经成了古近博曼酒店 全体职员开工前的习惯 进到酒店大厅 最明显的就是酒店柜台已经安装了隔离板 尽管千台的服务员都戴上口罩 无法看到他们昔日的灿烂笑容 但言语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亲切 酒店员工受访时表示 虽然还是会怀念以往的工作模式 但他们已经调整心态 接受并继续向前行 上半期间我们也需要戴着口罩 我们接听电话也很长 如果是戴着口罩说话会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毕竟都会比较不清楚 所以就需要尽量就让顾客听着明白 我们在说些什么事情 因为毕竟也不是说心肠太不好 因为毕竟会让我们注意到 卫生这方面的问题 从入门开始 我们就要记录那些客人的体温 然后我们要留下他们的联络号码 这些资料 然后我们也鼓励他们在前台那边 就要放措手叶洗手 然后我们就会带他进来 然后就带他去座位 然后我们就会present那个QR code menu 因为我们新常态下 我们是没有用那种 像以前书本的menu 餐饮棚来说 我觉得还是恢复到以前的工作尝试 这会比较适合 除了前台服务和餐饮部 疫情之下酒店最重视的就是让住客住得舒服和安心 所以打扫房间的时间也就变得更长 清洁工人会在房里各个角落彻底消毒一遍 尤其是经常会触摸到的电视遥控器等等 另外 突如其来的疫情 昔日住客在酒店仅然有事办理入住手续的场景 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剩下的只是冷清清的大厅和几位工作人员的身影 古静波尔曼酒店经理张柔美告诉本台记者 为了让酒店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以及保住员工的饭碗 该酒店从四月到六月成了三月隔离酒店之一 后来因着疫情好转 他们也陆续举办一些活动 入住率也开始上升 不过疫情反反复复 谁都说不准 就在今年十月 我国多个州属的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让政府不得不落实 有条件型管令和加强型管令 这让酒店业再次陷入第二波寒冬 十月的入住率也只达到百分之十六 十一月开始 这家酒店又成了隔离酒店 为了帮助酒店业者疏解困境 沙拉月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常务秘书许赞齐表示 州政府除了与酒店合作 让他们成为隔离酒店之外 该部门也与航空业洽谈 以便推出一系列的优惠配套 等到疫情好转之后 再吸引更多人来到沙拉月旅游 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说机票可能不 机票价格不稳定 所以我们最近正在跟这个航空公司洽谈 包括A-Asia 包括马航 看看他们如何能够跟我们一起 跟我们旅游局一起 去设计一些配套 就是可能有一定的固定的机票 来回古近吉隆坡 或者是其他沙拉月的市政 然后也可能就是跟酒店 他们一起合作 你买了机票 然后住在酒店 所以这个配套可能有一个优惠 所以我们还在洽谈当中 希望很快就可以公布 而随着国防部高级部长 那都市里伊斯迈沙比里透露 我国政府正在和八个国家及地区 讨论推行绿色旅游泡泡计划 如果疫情好转 那么有望在明年2021年2月 互相开放边境 让游客入境 期盼酒店夜的春天能够早日到来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热报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